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杨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哈雷赛的比赛现场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男子伦的部分赛果 巴黄亚军蒂姆位列三号种子 却表现不佳以2比6 5比7 不敌日本人三天由一 而七号种子紧着龟 则是以两个2比6输给了卡强诺夫 这样的话 两位种子双双无怨八强 诶 怎么这么快 那么好 现在我是在女王杯赛的现场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男子伦 瓦琳卡是以5比7 7比6 1比6 不敌轰出25个S的傀儡一无怨八强 那么双打方面呢 K高斯 修伊特以6比4 3比6 10比6 爆冷击败了刚刚斩活法王的冠军组合 赫布特马虎 而德鲁克里奇瓦琳卡则是4比6 6比7 不敌丹尼尔 可尔赫夫 这样的话 瓦琳卡也是遭遇到了一日双半 那么本次女王杯 德鲁克里奇和瓦琳卡的鸡蛋组合 可谓是颇受大家关注 那么大家还能想到一些其他什么有趣的组合吗 比如说 费德勒和纳达尔的牛豆组合 还有费德勒和瓦琳卡的牛蛋组合 这一次小飞人飞得有一点慢 可能是因为从男子三世跳跃到女子三世 先来关注一下博明汉战 女蛋第二轮 梅拉德诺维奇6比3 2比6 1比6 布迪富有草地精灵之称的莱巴里克河 大阪之美3比6丢掉第一盘之后 退赛保送对手亚古波维奇竞技 而斯维托琳娜则是以6比4 6比2横扫克内 布扎内斯库则是4比6 6比3 6比2 逆转了马尔第七 双大方面 莫格鲁扎卡萨吉尼娜 6比1 6比7 12比14 布迪美里查尔佩斯切克 这次莫格鲁扎在双大方面收获了3781美元 这样他将捐给慈善机构也是3780美元 用于帮助儿童建造图书馆 莫格鲁扎这一举动非常富有爱心 也是获得了大家的一支好评 另外的一场焦点战役 由台北名将拉提莎詹搭档 搭档WO斯基 对阵海峡组合詹浩勤杨昭昭 最终是拉提莎詹 WO斯基 以4比6 6比3 5比10 布地海峡组合受论出局 那么詹浩勤 是拉提莎詹的妹妹 所以说 这场比赛是最终妹妹获胜 因为其中有我们的中国球员 杨昭轩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大快人心 我这里直接是收到了 马洛卡赛的赛况 所以我就不用飞过去了 那么首轮赌赛二号种子 科贝尔是以7比5 2比6 1比6 惨遭资格赛球员 李斯科逆转 到了主局 而女单次轮 头号种子前赛会冠军 加西亚则是16比4 6比3 完胜资格赛选首拉尔森 延续三年 都闯入到了波米罕的八强 下一轮加西亚将背震 肯定我们一起期待她的表现 好了 这就是以上四战比赛的全部播报 张扬张扬 我们把画面切到演播室 好的好的 好的小杨 感谢小杨从前方为我们带来四战比赛的播报 下面我们回到演播室当中 一起来关注一下两位球员的情况 先来看一下法网星和冠军 哈勒普 哈勒普发布微博表明自己将会退出下周进行的伊斯特本比赛 希望自己明年可以来到这里参赛 这样一来 哈勒普将会空降温望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的表现 再来看一下小微练姆斯 小微的法网黑豹战袍可为吸睛无数 微厚与黑豹站在一起 更是相似度十足 我们一起看一张图片感受一下 那么昨日小微出席了某慈善活动 相比于黑豹系列粉红色系列 你们觉得如何呢 看完两位球员的近况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今日赛程 看看今日有哪些比赛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女王杯的德维可为奇 哈雷赛的菲德勒 波明汉的可为托瓦和穆古鲁扎 马洛卡的阿扎伦卡 比赛看点十足 不知道大家如何选择 所以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网球比赛 也关注我们网球之家的三分钟新闻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